Hello大家好,我是布丁 今天是我三岁生日 让我来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吧 大概四年前,我还在到处找我的妈妈 突然一束温暖的光指引了我 我仔细看了看 这位极温柔可爱美丽才华为一生的女孩子 肯定就是我妈妈 而旁边这位气欲笑的坏哥 肯定是我爸爸了 正当我开心的时候 却发现他们竟然已经有了两个宝宝 我非常担心这样子的话 得到的爱可能就会少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却看到了 我觉得姐姐说的太对了 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出声了 就像你们看到的 本来妈妈要去看电影 结果我不仅提前七天出来 而且是超快混产 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睁眼看看我的家人 果然大家都很爱我 妈妈到哪里都带走我 爸爸对我爱不是少 姐姐喜欢陪我聊天 你喜欢聊天吗 好可爱 那我意外的是我哥哥 她已经从果地变为迷地 不仅偷亲我还非要让姐姐也叫她哥哥 哎 她一定是被我可爱到了 sorry 就这样我担心的事情不仅没划生 而且因为有哥哥姐姐 我还多出了两份爱 你们说我是不是幸运小宝贝 就这样我们相伴长大 我也有了很多第一次 好吧看到这里的你一定是我的真爱 我祝福你天天快乐 有好事发生 妈妈答